我是從分局 那因為有一個女生騎摩托車來說 北冰街有人受傷 那我就騎著拉著警備隊的同仁 就準備前往現場 那行星在復興街跟眩雲路口的時候 發現我們天王星大樓倒塌 大概出分局大概30公尺左右 是 在車內就看到大樓倒塌 因為那時候震動得非常大 整個車身都在晃動 那我發現之後第一時間我就跳下車 直接衝到現場 只會在停等的車輛立刻離開 我第一時間基於就是 怕民眾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所以趕快要去告知他們 讓他們不要受到二次傷害 是的 因為在 金研判應該是在三樓的窗口 我們現在看到馬那樓旁的那一側 三樓的位置 那那邊有一位女生 一直在呼救 那第一波消防局救難人員抵達的時候 有三個消防同仁 那我就同時配合他們 把梯子架上去 然後請他們上去破壞 那同時我就在現場 協助扶著梯子協助他們 因為他們只有三個人而已 那其實需要救援的人 他是非常無助的 那只能靠我們這些來幫忙 就算了 對 就算了 對 對 對